當半導體工程師將組裝完的元件 送板階可靠度試驗後,結果卻 fail 了 這時候長官要你 debug 該從何下手呢? 本期小學堂將介紹簡單三步驟 快速找到異常位置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一特解你的tone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ina 聽說有80%的朋友還沒訂閱 如果想收到半導體產業第一手觀察 記得按下訂閱,才不會錯過一特的影片喔 在進入主題之前,要先跟大家介紹一項試驗 板階可靠度,簡稱 BLR 這項試驗是國際常用於驗證 IC 元件 上板到 PCB 和臉強度的測試方式 而進行 BLR 的第一步,要將樣品先進行 DexyChain 設計 那什麼是 DexyChain 呢? DexyChain 就是將代測的 IC 與 PCB 連結各個焊點 形成網絡 這樣在 BLR 測試開始時 能夠即時監控每個焊點的良率 就能知道各個需求焊點是否有失效 也能更準確的截取失效的時間點 及早進行改善 然而做完測試後,結果卻 fail 了 到底該用什麼方式才能找到組織變化的原因呢? 今天我們將介紹兩種案例 分別是一般封裝元件與先進封裝元件 利用定位、顯像、切片、簡單三步驟 就能幫您快速找到異常點 成功 Debug! 如果是一般封裝樣品 在完成 BLR 實驗後 可能會產生兩種現象 分別是 Leakage Short 跟 Open 根據現象不同,步驟就有差異 Leakage Short 分析第一步是定位 我們先使用熱點測試機台 SERMO AIME 去定位故障點的 XY 坐標位置 第二步,顯像 利用非破壞式的 X-ray 或 3D X-ray 顯像 第三步,切片 可使用硬力較低的 P-VIP 或是使用研磨搭配 SEM 的方式 將實效斷面切出,並分析聲音 如果以異常現象為 Open 因為已經沒有電流通過 沒辦法用熱點分析去定位異常的位置 這時就必須在定位前多一道手續 我們要先將樣品進行破壞性的水平研磨自備 從 PCB 測試版端水平研磨到 DC Chain 使走線裸露 接著我們可以透過二分法 進行走線電信測試走出定位 首先,我們先在 IN 跟 OUT 點 進行通電 就會發現電路呈現 Open 異常現象 接著,先截取一段 IN 到 A 點位置通電 發現電信是正常的 代表這段沒有問題 再來,我們往左挪一點 從 IN 到 B 點這測試 欸?這時候就發現 Open 了 於是,從發生異常的 B 點 拉到 OUT 進行通電測試 電信卻又正常了 最後,從 A 跟 B 通電發現了 Open 我們就可以確認 A 到 B 這段就是異常點的位置 二分法就是分別嘗試在不同的段落通電 一步步找出異常的相對位置 當定位完成後,終於可以進行到第二步顯像 透過 X-ray 收斂異常點 從這張圖可以發現 席球與配的連接處出現異常 最後是第三步切片,進一步觀察 而這張圖能夠更清楚看出席球裂開了 這就是組織異常的原因 如果您的樣品是 2.5D 或 3D IC 先進封裝 封裝形式屬於多晶片的 Daisy Chain 設計 就會跳脫以往單一晶片搭配單一 PCB 而是多晶片搭配在一個 PCB 上 那麼,若是先進封裝樣品在 BLR 實驗後出現 Fail 該怎麼找異常點呢? 那我們就請到儀特 IC 故障分析專家 Devi 來為大家解說 大家好,我是 David 先進封裝的異常形態 其實與前面提到一般封裝的異常形態一樣 分為 Leakage Short 和 Open 兩種情況 如果異常為 Leakage Short 我們可使用跟一般封裝的分析步驟一樣 第一步,定位 先使用 Thermo-Amy 進行熱點分析,定位故障位置 第二步,顯像 透過 X-ray 或 3D X-ray 顯像 第三步,切片 最後用 PFIP 做物性研磨 切除失效的斷面進行故障分析 那麼,當先進封裝異常形態為 Open 和一般封裝一樣在定位前要先進行樣品備置 不過,必須要特別留意 一般封裝形式的 Day-C-Chain 走線 是位在 IC 與 PCB 之間 但先進封裝形式的 Day-C-Chain 走線 是路徑介於兩顆帶之間 因此,無法用研磨 PCB 測試版端的傳統方式 我們必須從金貝端利用乾式時刻 讓圖片中 Dy-1 的 Day-C-Chain 走線裸露 如果你對 如何從金貝 找出先進封裝希求異常點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上方資訊卡 看之前的影片喔 走線裸露後 就可以進行第一步定位 異常情況為 Open 無法通電 就不能用 Thermo-AIM 定位 必須透過 E-BEC 電子數吸收電流 將電子數導入樣品內部 透過 E-BEC 可以觀測電荷 會累積在正常走線的位置 異常處則無法累積電荷 畫面就會是暗的 即可判斷異常位置 第二步 顯像 安排 X-ray 或 3D X-ray 附檢 透過這張影像 可以找到錫球結合異常點 第三步 切片 安排 PFIP 或物性研磨進行切片 切片後 能確認異常現象是因為襲球斷裂 不論是一般封裝或先進封裝 只要透過同樣的三步驟 定位 顯像 切片 就能找出異常點位置 Debug 對工程師來說 再也不是噩夢了 今天影片中 切片步驟一直有提到的 PFIP 如果想進一步了解 可以去看之前的解通影片喔 想要收看詳細的文章 可以點選資訊欄的連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掰掰 一特科技 簡你的Tone系列 第一手產業觀察 Debug 對工程師來說 對工程師來說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幫我點個讚 想看更多的影片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就不會錯過囉 化啟小鈴鐺 我們待會兒 好 我們待會兒